不管做任何軍庇,這物料來源的,它有一定規範的 因為很清楚就是不能夠用入貨 這一定有規定 那後來在這個集合檢舉以後 我了解軍備局也做很多次的查訪 後來的確發現有這個問題 後來就依法來爭敗 我們目前就今天要報這個案子 也就是接替嘛 我們知道極陽級的確很老舊了 服役那麼多年 然後最近這個壓力 中共的狀況給我們也很大的壓力 但不僅此完全為這個 因為國軍的建軍它有一定程序 早期海軍有在規範 逐年要汰換還要存建 這都按照期程來說 尤其目前目前這種狀況 就覺得好像緊迫一點 但事實上還是能夠按照期程來說 部長他現在傳出說 具備局那個標案的問題 關於防災命令這一塊 那部裡面掌握怎麼樣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我剛剛瞭解到 他當初是108年發生的 要做很多那種軍品 但不管做任何軍品 這物料來源的 它有一定規範的 因為很清楚就是不能夠用入破 這一定有規定 那後來在這個基調檢舉以後 我瞭解軍備局也做很多次的查訪 後來的確發覺有這個問題 後來就依法來爭敗 那麼現在正已經走入的法律程序 所以我們就看結果什麼 但一般的規範 軍備局他可以永務共睹 我們絕對按照規定來走 不會預約任何的規範 假如有問題的話 我們也很坦然的會面對 而且去處理 這一點我部長跟各位做說明 我再次跟各位強調 一個國家自己要靠自己來防衛 我們不期望有任何狀況發生 所以國軍在克制 就避免戰爭的爆發 但一旦有狀況的話 我們就不為什麼平常會有漢光 各種的演訓 都以這為背景 但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劇本 就各位所謂的想定 假如有外人的話 我們要怎麼應對 到目前為止 沒有垂直的狀況 多順 Tina